在山东张秋有这样一位不走寻常路的90后美女大学生宁静 她放弃了都市白领工作 选择回家操刀做起猪肉细尸 2月1日 记者在山东张秋的一家烤猪店内见到了这位创业者 身穿围裙 手持刀具 正一上一下熟练的为枕头猪划刀 宁静告诉记者 从小就受张秋饮食文化的熏陶 从2014年大学毕业后 她便从父亲手里传下烤猪肉的记忆 女成父也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烤猪呢 因为烤猪啊 是我们张秋的一个特色名吃 流传了有300多年了吧 作为一个张秋人呢 就是从小受这种饮食文化的熏陶 再加上本身我父亲他有这个手艺 所以我就想就是 能不能利用我大学所学的这个知识和销售经验 把我们本土的这个烤猪 这个美食呢给推广出去 让更多的人呢 就是说能尝到这种美食 干料配独家秘制的腌料 用古法炭烤猪肉 刚出炉的猪肉发出滋啦滋啦 肉质炸开的声音 冒着这系腾腾咬上一口 皮黄脆酥 外胶里嫩 肥而不腻 唇齿之间弥漫肉香 山东张秋被誉为中国的烤猪之香 入行后 宁静被对传统烤猪剂进行改良 使烤猪肉更加酥嫩可口 因为原来我们这都是烤那种大猪 就是直接去了内脏 带着排骨就直接上架开始烤了 烤出来还是一百来斤 但是我就在想 就是能不能把这种工艺给它稍微改良一下 就是把这个内脏去掉 然后排骨去掉 把这个肉厚的部位给它进行打薄 打薄了之后 这个猪呢 筋量上要轻了 但它整体的个头还是这么大 非常有这个视觉冲击力 所以说我们的批发商户呢 它们最多的可以一天买到两三头猪 最初宁静接下家中的烤肉生意 父亲坚决反对 他生成这个行业的苦与泪 不然女儿也干自己的老行当 但看女儿如此坚持和要强 还凭借自己的努力 把技艺越做越好 把生意越做越火 他才逐渐转变了想法 选择站在女儿的身后 支持她的事业 有一段时间他就和我商量 他说爸爸我还是 还是干你这烤猪的行业 我说你干不了啊 这事也难可得干的 因为女孩能干了嘛 尤其烤猪这个行业又乐又累 有时候我也挺心疼 有时候要不注意呢 也能把这个手烫伤了 反正作为父亲 就是看到自己的女儿 也是挺心疼的 不过呢他就是坚持干 干得挺好呢 就是我呢心里也挺高兴 创业四年多以来 宁静凭倩卖烤猪的收入 在当地买了两套房 她的烤肉生意也越做越好 吸引了很多人 慕名而来学习烤猪技术 谈吉对于未来的打算 宁静表示 想把这个产业继续做下去 继续让更多人了解 张秋烤猪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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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